各位姊妹平安 今天是2014年第一個主日 每一年的第一個主日 我總是要說當年的整個的年度目標 今年我們的年度目標 週報上打的是什麼? 喜樂年 所以我們年度沒有什麼很大的目標 我們的年度目標就是什麼? 弟兄姊妹要喜樂 我們敬拜神要喜樂 我們服侍神要喜樂 我們在家裡做家人要喜樂 我們在職場上做員工要喜樂 凡事喜樂 上個禮拜我們的恩典團契 也進行了每月一次的感恩見證會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的主日 我們就是年終的感恩見證會 每一次我看到我們恩典團契 尤其是全員到齊的時候 我的內心都充滿了驚奇跟感恩 這個團契其實就是所謂的長青團契 裡面有一半的人都是九十歲上下的老姐妹 好像我們的公媽媽啦 陳媽媽啦 李媽媽啦 好媽媽啦 都是在九十歲上下的 還有豬媽媽也是 都是九十歲上下的老姐妹 她們雖然那麼高齡 卻年年都得神的保守 年年經歷神所賜的平安 平平安安的過了一個寒流又一個寒流的日子 記得我曾經看過一個故事 說到有一個教會 這個教會裡面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姐妹 許多弟兄姐妹都看她每一個禮拜都來教會聚會 都對她能夠那麼長壽感到很好奇 然後相問之下呢 這位老姐妹呢 卻用一種非常幽默的口吻 回答弟兄姐妹說 我其實也沒有什麼佩服 我沒有什麼長壽的秘訣 我就是每天都過著禱告的生活 我都是這樣向上帝請求說 主啊主啊 我是一個大罪人 不配上天堂 求你讓我就一直待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就一直待到現在 其實今天的社會呢 現在的人呢 真的不在乎活的是否長久 反而更在乎的是 活的是否健康快樂 一個多禮拜前 有一個保險員 他打電話給我 我不認識 他告訴我說 哎呀龍小姐恭喜妳 妳被我們選中了 我說選中什麼 他說妳就是我們一個 特約產品的那個候選人 我說什麼候選人 特約產品就是什麼 他說他們有一個產品 保險產品呢 那個%數呢 就是利率是16% 哇一聽好吸引對不對 馬上就說 喔這個這看起來好像很不錯 然後他說那妳要不要保 我說第一時間聽到就很想保 然後我說那個保期有多久 他說有20年 然後我說那每一個又要付多少 他說一個單位5000多塊錢 兩個單位就1萬多塊 我剛開始覺得很好 結果我用 因為各種的原因 上帝就一直攔阻 讓我沒有去辦 因為他還要我去辦信用卡 什麼什麼的 我這個人是沒有信用卡的 我是過那個現金過日子的人 結果我為了他去辦信用卡 可是就一直下雨 然後覺得要出門辦一個信用卡很麻煩 就一直沒有辦 後來一個晚上 上帝就提醒我 你為什麼要保這個險 我說那不是16%嗎 很吸引人 然後你就說了 20年後你幾歲 我說20年後 我很多歲了 然後上帝說 那時候你還可以用到這些錢嗎 他說好像用不上 那你為什麼要保 我說是齁 那就不要保了 在1995年的聖誕節 曾經刊登了一則新聞 內容說到1965年的時候 那是1995年的時候一個新聞 講到1965年的事情 講到30年前的事情 有一位47歲的律師 拉弗雷他同意 以當時可以算是非常高價的 每個月500美元分期購買他的客戶 卡曼老太太的房子 條件是 如果老太太過世呢 他可以立即繼承這個房子 是一個很漂亮的豪宅 那對這個律師而言呢 這種買賣一點也不吃虧 畢竟老太太已經多少歲了 你知道嗎 已經90歲的高齡了 他就說 買這個老太太 可能是老太太 而且活了個8年 8年以後就可以繼承這個豪宅 而且每個月只要付500塊美金 他打算買以後就覺得太划算了 他就立刻跟老太太簽約 然後呢 就想反正分期不可能分多少年多少月 沒有多久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沒想到 30年之後 在付了18萬美金的分期付款之後 拉弗雷在1995年的聖誕節 當天去世了 享年77歲 而她的老客戶呢 那個當初90歲高齡的人呢 今年已經121歲 是一個高瘦的老太太 好百活的 好好的 當天 當天 卡曼太太呢 正在她的家鄉 阿樂市旅館吃的聖誕大餐 而她的客戶 跟她立約的那個人已經過世了 去年 也就是1994年的時候 這個卡曼老太太她過120歲生日的時候 她還跟她的這個客戶拉弗雷開玩笑說 人總是有做錯買賣的時候 這個高壽又很會做生意的 121歲的卡曼老太太呢 就在當年被列入今世紀錄中 世界最高齡的人瑞夫 聖經上說 有人看正日比當日強 有人看日日都一樣 有些人呢 覺得度日如年 有些人覺得日子過得很快 笑一個回啊 一下子就過去了 聖經上告訴我們一個過日子的秘訣 就如傳道書七章十四節說的 得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 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 因為上帝使這兩樣並列 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 你跟我們都知道 基督徒要過著是一個喜樂的人生 但是往往我們在離開禮拜堂之後呢 我們回到家裡面 回到我們的工作職場上面呢 我們就會因為各樣這樣的事物的殘累 我們就很快喜樂不起來 上次我的正道裡面就提到了 最浪費的日子是什麼樣的日子 忘記了 過了幾個禮拜才兩個禮拜 最浪費的日子就是沒有笑容的日子要記得 以後我會常常問 最浪費的日子是什麼日子 沒有笑容的日子 再說一次 最浪費的日子是什麼日子 沒有笑容的日子 會打算盤好好的算一算 你反正就是要過日子 難過也是過一天 好過也是過一天 你哭的過也是過一天 你笑的過也是過一天 就要讓我們的日子過的是什麼 充滿笑容的日子 從人的經驗來看 過虛華 就是過那種奢侈厭熱的生活的人呢 我們常常不用太羨慕 因為他們可能是一個中日愁苦 就是心裡憂愁的人 然而如果在貧窮環境的人呢 他們也可能是一個笑顏逐開的人 一個人在生活當中 如果都沒有無災無病 也沒有各種難處的話呢 你會不會覺得很無聊很郁悶 很不滿意 但是經常遭遇一些挑戰的人呢 他卻能夠心靜安詳快樂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人這樣說過 人生有兩大不幸 第一個不幸呢是 死錢 在死以前 錢還沒有用完 這是第一個不幸 在你死以前 你錢還沒有用完 第二個不幸呢是 在你死以前 錢已經花完了 奧古斯丁的那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名言說 富人啊 有錢的人啊 你一無所缺 但你沒有上帝 你便一無所有 窮人啊 你一無所有 但是因為你有上帝 你便一無所缺 對所有信上帝 對所有有基督信仰的人來說 人生有沒有不幸的 沒有 我們的人生沒有不幸的 我們的人生是充滿 笑容的人生 最近有一個調查指出 在亞洲國家 生活在經濟 越進步的社會裡的人 越來不快樂 自殺的比例是 越來越高 這些不快樂的國家 他們的經濟體系 雖然非常進步繁榮 但是裡面卻充滿了弱肉強食 充滿了競爭的氛圍 台灣也不遑多讓 也包括在不快樂的名單裡面 我們的社會 充滿了身心靈被捆綁的人 這些人活在孤單 病痛 不快樂的裡面 為了賺取更多的金錢 人際關係當中 就只有彼此的競爭 缺乏彼此的支持 競爭習慣了 不只在商業上如此 連小孩子的學習也是如此 有位母親她就分享說 她的孩子是在所謂的 明星學校就讀 她在這個學校讀書 讀得非常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小孩子在學校裡面 在成績上競爭得相當的厲害 有一天她就舉個例子說 她的孩子忘記了 老師派給什麼功課 結果打電話去問她的同學 她的同學就告訴她說 今天沒有功課 這個孩子就相信了 結果第二天去學校就被處罰了 她問同學為什麼要騙她 她的同學說 平常她的成績太好了 如果不被扣一些分數的話 其他人會趕不上 每個人生下來 就像一張白紙 隨著人生的經歷 人的良知 人的理性 逐漸地被這個罪惡的世界所玷污 當人在多次遭遇不順利 或者是被跟我們 就是不對盤的人欺凌之後呢 人已經將原本那張 像白紙的生命呢 沾了各色的斑點 有些人呢是越來越圓滑 有些人則變得越來越狡猾 這也沒有辦法回復純潔的樣式 更不用說保守 保有像嬰孩那一般單純的生命 不僅人本身心境複雜 對他人也是多有保留 而這個在基督徒當中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不會有 我們也是一見一見的 有些基督徒呢 他給人的感覺 好像靈性很好 可是要留意了他的心性很差 感覺上好像跟神的神際關係很好 可是他的人際關係卻很糟 好像很像神 但不太像人 你們覺得有些人很像神 可是不太像人 這樣的基督徒總是讓周圍的人 感覺到跟他格格不入 很想靠近他 又覺得他好像不容易親近 似乎跟這個世界有很大的落差 又有一些基督徒呢 看上去很喜樂 卻不快樂